挑战莲池100天手包笋 今天三家老汤味一起吃吃 来了家人们 我之前一发视频就怎么在底下说 让我试那个五一清原 今天就买不来了 尝一下吧 给大家测一下 这个是老汤味的 这些是一袋的量 也是500克的 它每一个笋不管大小 都从中间给它切了一下 这样就不用我手动 看它有没有成了 先尝一下吧 这笋可挺大呀 它这个老汤味的调料 是属于偏重的那种 打开那儿就闻着了 咸淡的话这么吃 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咸 再多吃两口试试 来家人们先吃第一口 就是跟 就像我吃的某家那个老汤味很像 带一点这种方便面调料的味 今天我把三家的这个原味 不辣的都放到一起对比一下 中间这个切两半的 这是五一清原的 然后这个细长的 这个是一山一水的 这个是昨天我拆的那个 枝江家大笋王 反正也是原味的 大家原味基本就这个味道 就是互相对比一下 因为吧我吃多了 每次吃的都不一样 可能我也不太能 那么准确的尝住了 那今天我就把它仨都放到一起 就是艾克好好品牌 好好给你们说一说 我这个没放冰箱不能坏了吧 我感觉今天枝江那个这么酸呢 枝江他家老汤的调味就是特别特别淡 就是没有那种调料的味 就什么味精啊香精啊 没有那种味道 然后咸蛋做的也是比较淡的那种 一山一水加这个原味吧 它有做调味 但是做的不是很重 咸蛋也不能重 它会有一点就是那种鲜味 我也说不明白怎么去形容这种鲜 也酸 但是酸度比那味枝江的要低一点 会有一点那种 大家所说的像苞米叶子 玉米叶子那个味是 但是我个人是接受并且喜欢这个味道的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随一 原始最原本的那个味道 其实姜应该算是口最清淡了 比较淡水还淡 这个是刚才没吃完那个五一青园的 这个吃到嘴里很甜 有种那根放面条的味 但是这个会显得比较香 我不知道为啥 我细嚼这个我觉得它是有点发苦的 看了一下它家这个配料表 第一位的话是水 然后就是白砂糖 然后才是这个其他的调料跟着 所以说它的甜度会更高一些 然后顺便我也对比了一下 这三家的这个配料表 就是整体看来吧 枝江家是添加这种调料调味 最少的一家 就是如果说你想吃那个笋的原汁原味 那个本味的话 枝江是最好的选择 然后添加最多的就是这个五一青园 当然现在这个老汤味 我是给它pass掉了 然后一山一水的家配料表 也是白砂糖 要排在食用盐之前 所以说它的甜度也是稍微偏高的 就单从价格上来看的话 五一青园这个优势比另外两家大太多了 但目前来讲这个老汤味 刚吃完那个老汤味 是我不太推荐的 我不太吃得下去 然后它家还有一个泡椒味 一个香辣味 等我回去试试再给大家反馈 但另外我还要说的一点 就是它家的固体物含量 在后边写着呢 它家固体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然后另两家 枝江跟那个一山一水都是80% 还有一部分产品 在市场上是70% 这些我都有买到过 所以怎么说呢 就这个东西便宜 它有便宜的道理 然后贵的话呢 可能也有人就贵的这个成本在里边吧 所以这个东西咋说呢 就看你介不介意这一点吧 60%跟80%差了20%的固体物 对吧 对吧